報仇給我 你知不知有這個概念 這個是世界貪污或者腐敗的其中一個重大的案例 重大的原則 這件事是應該犯法的 是 我現在在講犯法的 或者是不犯法的 捉不到就不犯法 什麼 我聽不到 捉不到就不犯法 主席請問這個問題 很簡單 你從來有沒有腦海裡 是想過有延後報仇 或者我再提點委員會的同事問問題 是因為直接簡單 因為太長的前述的話 你回答問題的證人很難掌握 所以我希望梁國雄你問的問題 你的前述怎樣長也好 你問到問題的時候 你自己問到很短的問題 你再問一次 我想請教 我未戴耳機 是不是會清楚一點 我都在戴 我都在戴 不好意思 我都 鄧哥你繼續 你在你的腦海裡 你有沒有 這個 然後報仇 這個概念 彭先生 作為一個司法人員 我也是審過這一類型的案件 即你有 有 那你當時有沒有想過 然後報仇這件事 黃先生 沒有 為什麼 黃先生 沒有想過 你從來沒有 然後報仇 我明白 我公平地指出 我向你指出 其實香港人 很多人都知道 在官場裡是有 然後報仇這件事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普通人 普通合理的人去看 應該是有這個概念 你問他有沒有這個概念 他答給你沒有 他說沒有 你覺不覺得 其實你是 我向你再指出 香港人是有這個 然後報仇的概念 普通人 多謝你向我指出 你成不成這樣 我多謝你向我指出 你的概念 是 如果你當時 以一個合理的人的角度去看 沒有了這個概念 即是說 至少有所缺失 即是一個合理的人 的概念裡 有一部份是沒有了 彭先生 我不同意梁議員的說法 為什麼 因為我要看著這份文件裡 給我的資料做事 明白 那些資料是死的 你的腦海裡的觀念 你的經驗是生的 這才是你可貴之處 你審案就審過很多 然後報仇的事 你剛才給的口供 你講了 為什麼在那一刻 是不用這個觀念 彭先生 這是涉及刑法的問題 那我從來在我腦海中 梁展民先生 沒有被起訴過任何這一類型的罪行 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 你從來沒有想過梁展民先生會有機會牽涉到現後報酬的事 就於這樣你就沒有用到這個概念 不是 我不是這樣說 那是什麼 我講法就是 梁展民先生 沒有被起訴任何有關刑事的案件 那意思就是 你當日不是以你審案的經驗去看這件事 所以你沒有延後報酬這個概念 明白 我在這件案件裡面的個案 這個個案裡面 是我沒有用了這個概念 明白 好了 那你就在這裏講 就是 你回答我們的人 同事全部 你都是這樣回答的 就是 政府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只是看著那些資料 我是根據那些資料去 判斷應不應該 你又提出這四個條件 是令到你沒有反對的 這四個條件 其實在你的腦海裡面 當日 你會不會覺得 梁展民作為一個高官 他以前做過的事情 有沒有在你的腦海裡面 譬如 舉例如 紅灣半島 加坑灣 有沒有在這個腦海裡面出現過呢 梁先生 加坑灣 即是 Grand Promenade 我真的不認識 我只是做中文 西灣河 西灣河 那個 很出名的 那個就是政府小收億幾 那裏 梁展民先生負責的 加坑灣那裏 我相信是跟新世界 是無關的 我亦都記得是有個調查委員會 是關於馬天敏法官主理的 而梁展民先生 亦都沒有被任何批評 明白 另外 紅灣半島 我的印象 當時處理紅灣半島 應該是孫明陽局長 即我跟傳媒得到回來 印象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梁展民先生 當時是甚麼角色 即是說 在政府的報告裏 你沒有看到這些 因為 你看過報告 如果政府有提過 紅灣半島 或者加坑灣 你應該 就知道 我沒有看過報告 我沒有看過報告 明白 我給你指出 紅灣半島 和加坑灣 是所有香港人都關注的事件 你覺得同不同意 黃先生 這個當時傳媒 是有相當篇幅來報導這件事 所以如果 梁展民先生 在任何階段 他是 間接或者直接 或者是 會有職權 或者豁免去處理 江灣或者紅灣半島的事件 而 那些機構又請回去做事的話 這個是會造成 公眾的觀感 你成不成 彭先生 我看回那個文件裏面 他沒有這樣說 所以我只是想要一個答案 如果政府不寫給你的時候 那你又不去問 那我問你才知道 你現在也是第一次知道 彭先生 我不是第一次知道 你什麼時候知道 這件事發生之後 到傳媒報道就知道 你真是很忠實的證明 那你就是知道了 即是說你批完之後才知道 應該是這樣 批的時候 我是照著這件文件做事 是 是啊 所以其實 我剛才問你 制度有沒有改進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會想到 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文件 本身是 可能是 政府會做錯 現在證明了是錯 我不可以假設政府每一件事都做錯 那當然 你不可以假設政府每一件事都做錯 我的說法就是 你不可以純粹依賴政府那份文件 現在已經是一個好的例 是否 是否 黃先生 這個 我始終都是說回我最初說的話 就是文件交例 我覺得他當時給我的資料已經足夠 是給我作出一個決定 明白 還有如果是其他委員 覺得是不足夠的話 他們都有權要求澄清的 阿彭先生我再向你請教另一件事 你審案的時候 在刑事法庭裏面 就有所謂一個叫做 二點利益是歸被告的 你都有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 我向你現在請教一件事 就是 你都知道2006年 政府出了一份新的指引 很強調公眾觀感 新加內 新加內 即是他覺得以前沒有和很重要 這個大家都確認 你亦都回答了 我們的同事就是 在公務員的就業和工作觀感之間 是平等的 你是這樣去看問題 你是問一個問題 兩個人 我問他是不是 就業權利和公眾觀感 是要平衡的問題 是不是 五十五十 這樣請